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Steven 這邊是Steven數位社群行銷 解貨市 在這邊我將會容納 我在行銷生涯裡面 總共教了400堂課 8000個學員的經驗 跟操作破千個專案 裡面有一些精華 不管是學員 或者是客戶遇到疑難雜症的問題 這邊都會一一的為大家來做解貨 如果煩惱在有時候 廠商出的設計一直過不了 差很多的話 通常有一些方法 第一個 用品牌調性 把品牌調性做一個文件 雙方做記錄 它的形容詞 它的設計的風格 它的碰調 它的文字的詞長 都先定位好 文字紀錄好 就來過這樣的品牌調性 這樣比較穩一點 第二個呢 是雙方把客戶端要的喜好 特別有五個寫起來 就是說 不要太幼稚啊 或者說一定要好玩一點啊 要有創意一點啊 要跳脫一點啊 就有一些特別的綿綿卡卡的東西 狀況也都先 恩賴好 這樣也比較一次化一點 那第三個呢 也會要有一個品牌的共識 也就是說 品牌跟代理商 達到共識之前 有時候是品牌 都在本身沒共識 也變成說 乙方這邊不知道怎麼跟 比如說窗口 窗口主管 窗口老闆 我三個方向的話 那當然我們開車的人 就不知道要開到台北宜蘭 還是高雄了嘛 因為你會講三個方向 就不知道怎麼開了 所以這個也很關鍵 所以要麻煩就是我們在品牌 要有個共識方向抓緊一點 那當然這就是窗口這邊 要辛苦了 但這也是畢竟的過程啊 這樣的一個意見的溝通 通常有一次化老來說的話 大家會比較好依循 那通常這個可以經過一些會議 大家一起坐下來 把意見都交流清楚 不要認知的落差 經過轉傳 時間就浪費了 所以有一些定期的會議 雖然我們都知道會議會花時間 可是有時候必須必要的投資 是為了讓之後更不花時間 所以找尋這個共識 就是培養到默契 磨合到OK 好 這樣自然就會比較順 謝謝 如果有任何想要詢問的地方 歡迎在下面留言處 來留下你的問題喔 這樣的內容都非常寶貴喔 歡迎大家來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